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全世界的习惯性的贸易做法进行对接 在这种情况下中信集团 就现在的CTIC和我们军队的装备部门 合资成立了保利科技公司 所以这是保利公司的前身在1984年 所以保利公司的成立的初衷就照着一个现代化的 当时还不能叫现代化 就是尽量与国际接轨 学习的这样一个心态来发展 学到的东西很多 如果你问到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就学到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世界的一个贸易规则 学到了一个互相帮助互惠互利的这样一个商业交往的原则 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那时候最大的挑战是 你要一问这马上说出一个最大的挑战 我还是给你总结起来有点难度 那么如果说 随便说一个 用这一句话来说 就是说我们当时从计划经济 向这个市场经济 从完全的国内的封闭状态 向改革开放的这样状态的转变 要挑战这个差距